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大家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聊马克龙接受政治杂志欧洲版的一个专访 马克龙提到了台湾问题也提到了啊 欧洲人应该渐渐的脱离对于美国对于美元的依赖 渐渐的要与美国保持距离 很多同学都在质疑啊 马克龙法国人能够这样做吗 欧洲能脱离对于美国的依赖吗 我必须要跟各位讲 这是一个必然 为什么是一个必然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咱们先来看一看啊 马克龙接受政治杂志欧洲版的专访 他都具体的说了哪些的内容 关于很多同学心中的那个疑问呢 就是法国人马克龙欧洲人能否脱离对于美国的依赖 为什么是一个必然呢 待会再跟大家来聊啊 首先啊 马克龙谈到了这个台湾的问题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呀 就是说这个台湾危机如果发生的时候 我们欧洲人要参与的话 那是否符合我们欧洲的利益 他还提出来了一个问题 如果说连俄乌冲突 我们欧洲人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的话 我们如何去解决台湾的问题呢 总而言之 大家发现一个很神奇的问题没有 马克龙已经在台湾问题上表了一个态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状态 他才所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观点 为什么是必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为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跟马克龙说台湾问题相关呢 这个世界正在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其实就跟俄乌冲突一样 之前跟大家讲过很多回 你像欧洲这些国家 为什么扭扭捏捏赖不及机 对不对 然后的话一会儿啊 然后支持啊 这个支持美国 都在击败那个邪恶多罗斯 支持乌克兰 然后呢又想啊 我要和平 你美国别再卖我四倍价格的天然气了 总而言之 左摇右晃啊 往前一步 往后退半步 天天的跟你玩这些 为什么 很多同学也都知道啊 欧洲人好蠢啊 然后啊 这个俄乌打起来了 影响的都是你欧洲啊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吗 这就直接奔着欧洲人的兜里边的钱去了 引发的这样的一场战争 欧洲人赶紧把钱交给美国 美国保护你 对不对 总而言之啊 很多同学会说 那欧洲人为什么如此如此的蠢呢 没人是蠢的 大家一定得知道 没人是蠢的 尤其是像欧洲这些国家 欧洲这些国家 再怎么说 那也算是个文明 对不对 欧洲大陆文明 对不对 欧陆风啊 欧陆风的文明 不管怎么说 人家也是经历过啊 潮起又潮落 也打过两次的世界大战 他不可能是蠢的 那为什么啊 有这种情况呢 归根阶底原因很简单嘛 他也想要得利啊 对不对 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归根阶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是利益嘛 如果说跟着美国走啊 支持乌克兰 击败了俄罗斯 那欧洲人 他不能够坐视美国人一家 从俄罗斯身上获利啊 俄罗斯的能源 欧洲人依不依赖啊 俄罗斯生产的这些啊 粮食 这些食品 食物 欧洲人依不依赖啊 都是依赖的一种状态啊 那如果说啊 欧洲人不跟着美国人 美国弱颖了 你说欧洲人吃不吃亏啊 当然想要分立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欧洲人 然后刚开始要跟着美国人 你可以看一看 对不对 那个俄国啊 打乌克兰的时候 刚开始打得好不好看 不好看吧 对不对 然后对于欧洲人来说啊 这个战胜俄国有希望啊 对不对 那我就要跟着美国走啊 那个时候制裁俄罗斯 制裁就多狠啊 为什么这样 跟着美国有肉池 可是这场战争打了一年之后 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各方的皮态 尤其看到了美国的皮态 对不对 美国这边啊 然后跑到以色列 跑到韩国啊 打开军火库 往这个 往这个乌克兰去运啊 这个军火漏 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呀 美国的那点军火不够用了呀 美国如果说啊 加大量的生产 然后的这些军火提供给乌克兰的话 那美国的工业就会受到影响 这就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美国有敞开了那种准备 要打一场世界级的大战吗 如果打世界级的大战 那唯一的目标就是击败俄罗斯的话 那美国就会敞开了生产 问题是美国自己也没有把俄罗斯当成第一目标来干呢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提出的那个问题一样 俄罗斯人到底是不是美国的敌人吗 如果真的是美国的敌人 美国自己别说啊 加大量生产那些军火了 美国就得自己派兵 为什么美国不做呢 就是因为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最大的敌人在那 在那个遥远的东方 那个神秘的古国吗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你美国都没有决心全力的赢得一场战争的话 那欧洲人跟着你啊 那跟着个跟着个书家 那不是找倒霉的吗 所以说欧洲人现在有啊 有一些异心 那是能理解的一种状态 这是什么 这是必然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这是必然 没人要跟书家的 欧洲人同样也是如此 非常非常理性 也非常非常冷静的一种状态 而且美国现在的表现 不是差 而是很差 战场上没有办法得力 然后啊 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左摇右摆 对不对 美国国内的党争 在支持乌克兰这个问题上 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有多激烈 对不对 民主党想要支持 又扭捏 共和党想要往下去拉 总而言之啊 我是不会啊 让你民主党得力的 就是这种党争的状态吗 共和党的媒体直接啊 就骂这个泽连斯基 那时候是独裁者 总而言之吧 你就可以看到 美国内部都是 一团糟的一种情况 那你凭什么让法国人 让欧洲人相信你 跟着你美国人 能够赢得这场战争呢 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了 不仅如此 刚才跟大家说了 美国如果仅仅是 这种表现的话 那也就是个差 对不对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那是极端的差呀 美国现在的表现 为什么 经济情况啊 对不对 你美国没有办法解决 你自己的经济的一个能力啊 你美国加息 欧洲人让你吸血 对不对 吸吸 没完了 你美国吸完了之后 你吸一波 加息一次 你加息两次 吸两波 你加息三次 吸三波 你加息起来 没完没了 结果你美国的经济还不见好 你美国的银行还在倒闭 那你要怎么样啊 你美国还在啊 加一美元 那那你这就更直白的啊 从欧洲人身上吸血呀 那欧洲人现在有有二心 那不是应该的一件事情吗 而且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你就看一看马克龙这个表现 大家一定得记住啊 不是因为马克龙好心 也不是因为马克龙是佛心来的 马克龙为什么提到了 我们欧洲人应该思考不要去掺和台湾问题 一个主要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佛心啊 是因为什么呢 看到了美国的虚弱呀 美国打的迎几方军吗 在台湾这 这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看一看现在的还台湾脑军呀 山东号 对不对 那个航空母舰 顶在琉球的门口 在那搞军事演习 日本的媒体报啊 又是一天起降了一百多架次的飞机 你美国怎么办 顶到你美国的军事基地的门口啊 你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在哪呢 这就是最核心的问题 你美国要去台湾打仗 你死路一条 对不对 这就是 这就是美国的问题 你以为法国人看不到吗 所以说呢 你让法国人去支持一场 根本就不可能打赢的战争 而且还到最后要得罪赢家的战争 法国人蠢吗 所以说我跟大家讲 法国人有这种表态 他不是说他佛心来的忽然间啊 灵光乍现对不对 然后的话 开了天眼了 忽然之间想明白了 通透了 然后啊 我们不能啊 掺和这个台湾问题 不是 而是这个世界的局势 发生了改变呢 这个改变是成体系全面的改变 全方位的改变 大家一定得看到这点 马克龙也提到了 他提到啊 刚才跟大家也说了啊 就是说 我们法国要减少对于美国的武器的依赖 我们要啊 加强欧洲自己生产武器的一个能力 对不对 而且要脱离对于美国的依赖 要脱离对于美元的依赖 这些话背后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思 是因为法国人想明白了吗 法国人啊 就跟马克龙所说的啊 我们要有自主啊 那个战略自主权 对不对 这忽然之间今天想明白了吗 我们法国战略自主权 我们要拿在手上 不是啊 不是啊 大家一定得看 看明白 不是说马克龙通透了 而是因为什么呢 他不得不要做这种选择 要有战略自主权 为什么不得不 美国不行了 我还依赖美国吗 尤其是美元 傻子都看清楚了 现在全都是公开的新闻呢 对不对 大东商品巴西 要人民币结算 西亚那边明摆着 就是奔着人民币去了 结算石油 结算天然气 欧洲人不要石油 不要天然气吗 欧洲人如果跟美国绑定的话 那他只能去美国买能源了 他要只能去美国买能源的话 那美国啊 给他便宜一毛钱了吗 马克龙之前说的 四倍天然气的价格是假的吗 对不对 美国一点便宜都不给法国人占呢 一点便宜都不给欧洲人呢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西亚的这些能源 石油天然气 离欧洲近呢 起码运费都要少 而且西亚开采石油 开采天然气 成本低啊 对不对 对比美国的石油 对比美国的天然气 成本 那这本身就是低 为什么 你在沙特那边挖个洞道 不好就卖冒黑油 你在美国那边 夜盐油啊 夜盐油的成本高啊 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你让法国人绑定美国人凭什么呀 他当然要脱离对于美国的依赖啊 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大变化了 尤其是西亚如果说绑定人民币 石油天然气啊 然后绑定人民币的话 法国人欧洲人未来要买石油 麦天然气的话 他买谁的 他买谁的 对不对 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买美国的 买美国价格高啊 那成本低的那是西亚呀 西亚那边再说啊 你用人民币 我给你打个九五折 你看一看 法国人买谁的 欧洲人买谁的 本身成本就比美国的低 他在给你人民币结算 对不对 在给你啊 给你优惠一部分 你说欧洲人傻吗 对不对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简单的 并不是说啊 法国人马克龙忽然之间想明白了 而是这个世界的大趋势变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之前跟大家讲 中国政府佛心来的 一年前对不对 中欧峰会 习近平建制给冯德莱恩 跟欧洲人说你要有自主性 这是佛心来的 对不对 你早想明白早得利 早想明白早跟中国来谈 那些贸易早谈下来 你那个时候赚的多 你一年之后 你冯德莱恩来中国 对不对 离都不在离你呢 看都不看都不都都不多看你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的话 这个中法欧三方在北京会谈 之后啊 有一张合影 习近平站中间 马克龙站习近平的右边 冯德莱恩站习近平的左边 你看一看那个照片 马克龙搂着习近平啊 然后呢 冯德莱恩呢 远远的 对不对 距离马克龙距离啊 习近平比较远啊 在那尴尬的站在一旁 这叫合影啊 你看看欧洲 欧盟你没有自主性 你到最后落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狗不理啊 谁他妈都不理你啊 对不对 为什么不理你啊 你不值钱呢 早提醒你了 佛心来的 对不对 提醒你了 你要有自主性 不听不听 你现在有自主性吗 你倒是想有自主性 还行吗 一年经过了一场战争 俄乌冲突 然后呢 欧洲内 欧盟内部分裂 老欧洲 新欧洲彻底分裂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欧盟又是一票否决权 你这样玩 好 那行 你就 你就不可能有一个团结的状态 我跟你谈什么 你谈不出来任何的结果 对不对 你那边啊 里边 你欧盟内部乱七八糟 我跟你谈完了 你那里边 有一个成员国 给我投一个反对票 我就没辙 那我跟你谈什么呀 你早来有自主性 早想明白 为了你欧洲的利益 欧洲的利益是什么 欧洲的利益是团结 欧洲的工具 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明白 而不是说 现在像欧洲内部 欧盟内部一样 然后东欧这边 大号的立陶宛 那大号的波兰 那对不对 全都是大国 对不对 天天的啊 我要跟美国人走在一起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要跟美国人走在一起啊 就是因为他们要跟西欧进行博弈嘛 然后把美国的影响力拉进来嘛 然后的话 那那你欧洲没有自主性 你欧洲内部的国家 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嘛 一边啊 靠着美国 另外一边老欧洲 西欧这边 然后跟中国这边 对不对 然后你来我往 然后欧盟的内部 哪来的团结啊 欧盟如果能够团结在一起 以欧洲利益为优先的话 大家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 那走到今天欧盟 现在这个状态 你说来谁 你说来谁 佛心来的早就提醒你了 对不对 自主性自主性 听不明白吗 对不对 马克龙现在明白了 对不对 马克龙现在明白 傻子也明白了 都看到 都看到了吧 都看到了吧 你看一看拉美西亚 对不对 东南亚 然后的话非洲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你说怎么办 你说你说欧洲人 做什么样的选择 抱着美国人 买那四倍 四倍价格的天然气 而且美国的经济 到现在问题 没有解决问题 然后的话 自己的金融又出大问题 然后一场战争 美国主导的一场战争 那场战争还打不赢 那跟你美国走 人家缺心眼还是怎么着啊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你可以看一下 马克龙做出的这种选择 它是一个必然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在这 跟大家讲啊 讲一讲 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啊 有很多同学很关心的 马克龙身上的一些争议 对不对 比如说马克龙说出这些话 欧洲能脱离啊 对于美元的依赖 对于美国的依赖吗 有很多同学特别的认真回答 不可能 对不对 不可能 欧洲人脱离不了 美国人收拾欧洲人 有一百万种方法 对不对 那可多 可多招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不管怎么说 你欧洲现在弱到这种程度 美国人要收拾你 跟玩一样 这话对不对 他其实对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他来了 讲到这儿的时候啊 就要跟大家聊一聊 很多同学很关心的啊 关于马克龙的这次中国之行 有很多同学的那种疑问 其实从马克龙来中国之前 就有很多同学 有很大的疑问了啊 马克龙是一个亲美的政客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亲美的政客啊 不可能能谈出什么样的东西 后来又出现了什么 马克龙来中国的就是谈生意的啊 对不对 谈生意的 然后赚你中国的钱的 哈哈哈哈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 马克龙 欧洲人不可能啊 脱离对美国的依赖 你太天真了 总而言之这些问题怎么看 咱们一个一个来聊啊 从啊 这个马克龙啊 然后亲不亲美这个问题来聊 其实啊 很多的时候啊 我看待这个 大家看待这个国际的这个政治啊 外交啊 国与国这种关系啊 我一直在劝大家 就是说看这些东西啊 不要看的太简单 尤其是不要二分法 你要二分法的话 你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而且以前我跟大家老提一句话 不要老指望别人来爱你 对不对 你法国到底爱不爱我呢 因为心中你要有这种问题 就是法国到底是来中国 要当中国的伙伴呢 还是要当中国的敌人呢 你心里边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 你就会啊 觉得马克龙那就是一个亲美的 对不对 你看看法国之前是如何配合美国的 对不对 美国去哪打仗 法国人都跟着呀 然后这种情况 他怎么可能跟中国走那么近呢 如果你要这样的看待问题的话 不大问题 为什么 你要老是想着啊 审视别人的内心 以前我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啊 你跟你就跟青春期小男孩 有什么区别啊 对不对 他爱我 他不爱我 他爱我 他不爱我 你谈上恋爱了 就是天天的吻 就跟小姑娘谈恋爱 刚谈恋爱的小姑娘一样 你爱不爱我 你说你爱我 你必须你得说你爱我 对不对 总而言之 你说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真正你要长大了成年了 你就不会那么在意别人嘴上怎么说 你知道你的优点在哪 你知道两个人的关系 他到底是为什么在一起 你就不会在意啊 你爱不爱我这种问题了 人成年人的世界是复杂的 孩子的世界只有二分法啊 他爱不爱我 他爱我 他不爱我 对不对 他是我的朋友 还是我的敌人 只有孩子的世界才是二分法的 所以说提出来这种问题 就特别特别的幼稚 你说马克龙亲不亲美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啊 美国 别说时间有多久 十年前 别说十年前 就说六七年前 美国还是这个世界的老大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美国在这个世界上 还是说一不二啊 中美博弈还没开始吗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美国呢 五五又渣渣 你不配合美国 你不是找死路一条吗 谁跟美国顶着来呀 对不对 中国那个时候 也不会跟美国顶着来呀 中美中美博弈 中美贸易战没开始的时候 中国也没有说 我要跟你美国拼了呀 对不对呀 总而言之吧 那你美国是世界的强权 没人跟你顶着来 那跟着你走 你能够赢 能够有肉吃 那自然而然跟着美国走啊 全世界他都是如此啊 所以说呢 你说法国亲美 你说欧洲亲美 那不是一个必然吗 而且欧洲人还拿着美国人的便宜 占着美国人的便宜 吃美国人的啊 这个嘴短 嘴软 拿美国人的手短吗 对不对 然后他北约那边啊 给欧洲多少个国家提供了 那个啊 那个那个军事上的保护啊 总而言之吧 就是这种情况 你说一说啊 那法国他跟美国人走近一点 又如何呀 但是你得看到欧洲这些国家包含法国这种国家跟美国人走得近 原因是什么 一美国强呢 对不对 美国不强了 你说他还跟美国走那么近吗 二拿美国的手短 吃美国的嘴软 对不对 然后呢 那美国可以给他们提供利益 然后人家跟着美国有错吗 如果美国拿不出这种利益了 而且美国还从这些国家身上扒利益 你说这些国家还跟着美国走吗 所以说提出第一个问题 那就是非常非常可笑的一个事情 首先你得认识清楚自己 你再看一看对方吧 你得清楚 法国或者欧洲与美国的关系 原来对美国给利益给欧洲 现在美国抢欧洲人的利益 那你说你要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你就想明白欧洲人将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而且你也得看清楚自己吧 中国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位置 你不管怎么说中美贸易战这几年过去了 中美博弈这几年了 美国有击垮中国吗 看一看中国的CPI 一二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水平 美国呢 美国的CPI降下来了吗 美国通货膨胀下来了吗 美国靠着自己的啊 那个五五又渣渣的实力 打赢了一场战争了吗 所认之吧 你把中国 你就拿中美博弈这几年 这种状态来看 你就知道 世界如果看到这样的中国 信心是增加的呢 还是信心是减少的呢 相信中国能够扛住美国的压力 的国家变多呢 还是变少呢 对不对 不仅是如此啊 包含我之前老跟大家聊的 那世界未来的行业 比如说新能源 对不对 那中国是全产业链的优势啊 稀土 从稀土开开采 到稀土的提炼 对不对 再到什么光伏 再到什么电池 再到什么新能源的汽车 全是中国的优势啊 这是未来的行业 包括芯片也一样啊 美国要跟中国打这个 这个科技战 对不对 要卡中国的脖子了 对不对 芯片啊 卡中国的脖子 结果你卡来卡去 卡来卡去 中国自己靠着自己的实力 现在十字纳米都要突破了呀 对不对 这个突破 而且是全部的突破 从对不对 这个光刻胶 封装 到芯片制造 到光刻机 对不对 这马上就要全面的突破呀 那你说一说 人家看这个世界的国家 他到底是如何来看的 如果你世界其他的国家 你如何看待来中 看待中国呢 中国的这个韧性好强啊 你说一说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啊 中国原来 对不对 那个芯片行业不行啊 对不对 没有什么芯片行业呀 结果呢 这才几年 那这个芯片战 科技战刚打起来 中国就已经发展那么快了 对不对 中国这个国家 韧性可以啊 那你要世界其他的国家 你要放平了心态来看 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吗 对不对啊 所以说呢 你看清楚自己 对不对 而且你在未来的行业 还有优势 然后呢 那个美国呢 未来的行业 他如何呢 新能源这一块脱离开 能脱离开中国吗 为什么美国的克里 天天的要拿着气候问题 跟中国来谈判 那就是想要谈气候问题 背后的新能源行业嘛 这就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美国都得抱着中国 你得跟我谈 你得跟我谈呢 总而言之吧 你看清楚了中国啊 在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 你看清楚了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发展的状态 你在看欧洲与美国的关系的核心的问题 利益的问题的话 你就会知道欧洲人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 他要变心 马克龙啊 对待美国人变心 不亲美了 他是不是有原因的呢 并不是说啊 马克龙说我爱美国 他这一辈子就爱美国了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哪有那么傻的国家 哪有那么傻的政治人物啊 然后就靠着啊 就为了其他的国家啊 着想 就为了其他的国家的利益做事 不可能 法国人毕竟要为法国人做事 欧洲人毕竟要为欧洲人做事啊 啊 美国的经济不好了 法国人啊 把自己的钱全交给美国 法国人傻呀 那如果把钱全交给美国了啊 美国熬过了这个 这个危机啊 又赚了大钱 美国啊 连本带利的把钱又还给了法国 法国干这个事叫聪明 但是眼看着美国现在有这个能力吗 赚大钱的能力他有吗 所以说大家把这个东西看清楚 都是成年人 不要老实弄着啊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这种二番法 来看待这个世界就行了 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对不对 有些同学说了啊 那个法国人就是去中国 做生意了 赚中国的钱了啊 对不对 这不是一个正常态吗 国与国之间有贸易 那不是正常的一种状态吗 如果法国只是单纯的做生意 你就忽略到了另外一个新闻 也就是马克龙来中国 他在俄污问题上的一个突破 大家把这个事情结合起来看 其实现在外媒已经把这个事情 分割来看 就是特别特别的分割来看 就是说啊 俄国最近有一个新闻啊 他是什么呢 他是啊 应该就是 就是啊 送还了乌克兰的儿童 送还了多少多少 又送到这个乌克兰了 这个新闻是单独来做的 这个海外的媒体也不过多的去评价 但是大家一定得看到 这是马克龙来中国 俄国给法国人的礼物 为什么这样说 原因很简单啊 你看现在外媒啊 今天永远就是啊 这个俄罗斯人啊 说怪话了 对不对 马克龙到中国 俄国人就说啊 看不到政治解决 俄乌冲突的一个前景 外媒很兴奋 其实这种做新闻的方式啊 之前跟大家聊过 就特别像什么的 特特别像之前啊 这个普京啊 与这个这个习近平进行会面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还不是啊 这个中俄两国的联合声明这一次啊 是之前那一次啊 会面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都外媒说什么呢 说啊 这个普京啊 对于这个习近平非常非常的失望 为什么呢啊 习近平没有答应用武器啊 送武器给这个俄罗斯 就没有军援俄罗斯啊 普京非常的失望 我跟我之前就聊过 这种新闻是典型的垃圾信息 为什么 这挑事的你知道吗 双方就没有谈到什么军援的一些问题 但是你说他有这种想法 这种媒体做出来啊 这种想法的这种新闻 他合不合理 他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是合理的 啊 中俄关系那么好 咱们给俄罗斯点武器怎么了 没有给俄罗斯人有所失望 是正常态 但是啊 这种新闻是一个假新闻垃圾信息啊 你就着这个新闻去聊 你都是 你都已经上了他的套了 为什么呢 中俄之间的关系 不是说军援的关系 而是两国合作的关系 合作到什么样的状态去看 这一次中俄的联合声明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是一张网 这也是一个模式 这是世界其他国家与中国合作的模式 合作和平 这是中国高举的两个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 只要这个合作全面的合作一展开 大家利益共同体了 你别说军援 你战争都能给你停下来 为什么俄国人听中国呢 为什么普京啊 愿意听习近平讲话 不听欧洲人讲话 不听你拜登讲话 为什么 原因就是在这儿 你只要两国深入的去合作 全面的去合作 那这两个国家哪有什么矛盾呢 而且解决面对一些国际问题的时候 就因为两国的利益关系太近 对于国际的问题 大家也会商量着来 对不对 咱们奔着是解决问题而来 而不是说拉远两个国家 这就是中国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啊 为什么说刚才那个新闻 跟这个啊 跟这个 跟这个相关的 跟这个啊 习近平与普京 之前的会面相关的 原因就在这儿 俄国那边啊 有这种讲法 是什么意思 因为战争不可能明天就停下来 马克龙到了中国 也不可能俄国马上就说 啊 马克龙到中国了 我战争停下来 傻呀 对马克龙在俄国问题上 做出什么重要的表达了吗 马克龙到中国之前 说的也是 他也想见普京嘛 想要借着啊 这个习近平这一层关系 去见普京嘛 马克龙还没见着普京的 普京就先说我要停战了吗 对不对 他当然现在说啊 我还没有看到 这个政治解决 这个俄乌冲突 这个希望呢 为什么 马克龙还没来见呢 看一看马克龙到时候 能说什么呀 对不对啊 这个 这场战争 欧洲人你是主角啊 欧洲人当然要有自己的看法 法国人当然要有自己的看法 不过呢 刚才跟大家说了啊 马克龙来中国 然后的话 这个俄国人送了一个大礼 也就是啊 把乌克兰的一些孩子 又送回了乌克兰 这为什么是一个大礼 之前跟大家讲过啊 然后的话 这个马克龙来中国之前 马克龙提到了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啊 这个俄国啊 抓了很多的乌克兰的小孩 到俄国去了啊 这叫绑架 对不对 之前我跟大家聊过啊 这个事情啊 对于对于俄罗斯人来说 不利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新闻 其实很早之前 俄欧冲突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就有了 他并不是说 当时并不是说啊 什么俄国绑架乌克兰儿童 而是什么呢 因为战争打起来了 这些孩子 基本上都是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孩子 这些孩子呢 你说一说 如果战争打起来了 那这个炮弹可不张眼了 你让孩子生活在战区 那不就是死路一条吗 因为有很多的孩子是孤儿 然后的话 这些孤儿又没有家长管 然后如果炮弹打到了什么孤儿院 这孩子全晚 你还不如把他迁到了这个俄罗斯 和平的一种状态 然后的话 而且还一个问题 毕竟吧 乌克兰东部这些军民是说俄语的 他们也是比较亲俄的一种状态 让他们去俄罗斯 他们也愿意 毕竟你乌克兰炸了乌克兰东部八年 对不对 然后乌克兰东部在俄乌冲突开始之前的八年 天天的享受战争的代价 然后能够让他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让孩子有一个和平的环境 是好事 但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对于俄罗斯来说 不利搞这个事情 包含现在国际法庭也是怕什么 这个普京战争罪 如何如何 这个孩子这个事 也是罪行之一 为什么不利 再怎么样 那些孩子虽然说说俄语 他也是乌克兰人 所以说呢 马克龙啊 当时来中国之前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啊 这个普京 俄罗斯啊 这个抓了很多的乌克兰的孩子啊 这个不对 这个不好 这个问题要解决 因为从法理上来说 你不管你的理由是如何 不管你是为了照顾这些孩子 还是如何如何 这些孩子是乌克兰人 对不对 这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一个事情 马克龙提了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 就是说马克龙提出来这些问题 很多同学第一反应就是 你凭什么提 对不对 你提这些问题干嘛 对不对 你乖乖的来接受啊 中国的这个方案就行了 对不对 但是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如果啊 两国的交往是这样的话 永远别打交道 永远别打交道 别打交道 太弱者的心态了 别人提出来了一个要求 你有没有能力去解决 你没能力解决 你骂就行了 你有能力解决 你解决了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姐没解决啊 今天的新闻 俄罗斯送还乌克兰的孩子 对不对 解决了吧 这是给马克龙一个天大的一个面子 让马克龙看到了解决 欧洲人解决俄乌冲突的一个希望 那马克龙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 对不对 先把还在这事给你解决一部分 然后接下来俄乌冲突 你欧洲人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不对 你你你我再给你解决一个 但是那俄罗斯人自己担心那些事情 你欧洲人要不要替俄罗斯人解决 比如说那些制裁的问题 对不对 法国人 然后这种状态代表着什么 就这些新闻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法国人来中国谈的可不仅仅是经贸的问题啊 对于国际上的大事 对于俄乌问题也有所突破 起码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俄乌和平的状态 然后有希望他能够到来 总而言之大家把这东西看清楚了吧 嗯啊 法国人来中国就是做生意的 首先做生意 国与国做生意 那是正常态 其次法国人来中来中国 那谈的那不仅仅是生意啊 政治外交上的合作 这不就开始了吗 如果说啊 然后哎呦 尤其是啊 中国的这个玩法是什么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吗 如果说中法两国的贸易 然后交往越来越紧密的话 那大家就会变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家一起发大餐 那你美国在哪呢 对不对 美国那边可能就会酸了 美国人那边可能就会酸了 啊 你那就是做生意的 对呀 跟你美国不一样 你美国天天是占人便宜的 对不对 你占你强 你占人便宜可以 你现在是个垃圾了 大家都要脱离你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美国人叫吧 酸吧 没鸟用啊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啊 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啊 欧洲人没办法脱离啊 对于美国的依赖 但是趋势开始了 而且欧洲人 尤其是马克龙 他说的不是说啊 我与美国脱钩 对不对 然后美国人想的就是啊 我要脱钩 或不脱钩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就是 又是二本法的一个问题 马克龙这种表达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要渐渐的减少 对于美元的依赖 我要减少对于美国的依赖 对不对 这个世界啊 他不是只有两种答案 就是我跟美国不打交道了 或者说我就要跟美国打交道 不是只有两种答案 马克龙讲的也是减少对于美国的依赖 什么意思 欧洲想要变成第三级吗 马克龙自己也说了嘛 世界的第三大强权嘛 欧洲想要变成世界第三大嘛 他也确实有这个能力 也有这个实力啊 对不对 不能像以前那样啊 这个压薄全压向美国 对不对 你美国去哪打仗 我法国人 包括英国人都跟着 对不对 你美国去哪打 我们也要去哪打 为什么呢 要去哪分力嘛 打赢了啊 我能够分东西 对不对 分好处 总而言之 法国人会跟着 但是走到现在 你美国自己不行了呀 所以说呢 你说法国人能不能做 欧洲人能不能做呢 不是说欧洲人 法国人能不能做的问题 而是你美国能不能维持自己影响力的问题 你美国如果强 干什么事 你都能赢 你美国就是那个好棒棒的那个国家 对不对 跟着你美国就是有肉吃啊 大口的吃肉 大口的喝酒 爽 对不对 大家都会喊你美国哥哥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没这个能力了 你五大三粗 对不对 你没脑子 然后提着斧头上去就砍 对不对 见谁砍谁 大人小孩无差别在那砍 然后你强的时候别人怕你 但是看清楚了 你就那三招 你就那三板斧的时候 那你就是什么呢 那你就是那个黑丝啊 而且大家看到你没脑子嘛 你叼叼叼叼叼叼叼 跑到这个俄宫那边去打仗 然后你自己又不上 你希望别人去死 天天的希望别人去死 包含在台湾这儿也是啊 台湾变刺猬变豪猪 天天希望别人去替这个黑丝买命 那大家这个时候怎么样看你 还怕你 一没脑子 二就这几招 对不对 你还打不赢 你就是黑丝了 赶紧叫声二哥 叫声甜甜的叫一声啊 哥哥 你这黑丝啊 对不对 那大家可能会另外一种想法 总而言之嘛 这是美国的问题 美国强人家依赖你 你美国自己实力往下去掉 谁依赖你呢 当然了 美国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还不可能一夜之间这个国家就倒 所以说呢 慢慢的减少依赖嘛 美国强了啊 依赖多一点 美国啊 渐渐的往下弱了 然后呢 就慢慢的减少依赖 这是一个必然 大家把这东西看清楚就行了 总而言之啊 马克龙的这一套讲法 其实是在给美国人敲丧钟了 美国人怎么办 接下来就是美国人的靠题了 这个世界的趋势 大家发现没有 正在慢慢慢慢 特别安静的发生改变 这个改变并不是说 谁出了一个计算 谁有一个阴谋 谁怎么怎么样啊 然后的话 就让这个世界忽然之间一夜转变了 而是慢慢的改变的 就像马克龙所说 渐渐脱离对于美国的依赖 为什么慢慢的开始改变了 就像台湾问题一样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力了 要解决台湾问题 那没准不是中国解决啊 而且没准啊 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啊 大手一张 我们要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对 维护 对不对 一定得维护和平 我们都爱和平 但是谁破坏了和平 台湾 大陆 共产党赶紧去解决台湾问题 对不对 台湾问题威胁了全球 威胁了全球啊 破坏了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 赶紧解决台湾问题 你就看一看 你就从法国人这种态度的 慢慢的转变 我不牵扯这个台湾问题 对不对 不牵扯 你就知道了 之前我就跟大家讲 尤其是环台湾岛军演 你看看东南亚有声音吗 包含菲律宾都没声音 没人抗议 然后尤其是印尼人啊 对不对 跑到中国来 要打造印尼中国 命运共同体 为什么 台湾那边环台湾岛军演呢 五五又渣渣呀 你日本一个中将 都已经几天了 对不对 然后东南亚这边 还要跟中国啊 这个打造印尼 中国命运共同体 为什么 就是这个世界的趋势改变了 跟着中国走有肉吃啊 大家一起合作 一起好好的发展呢 对不对 你赚钱我赚钱 大家一起大发展 对不对 那当然我要跟中国啊 绑定了 我东南亚不会有声音 你爱军演军演 对不对 你想要怎么军演 怎么军演 我还觉得你军演的好 欧洲现在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以前美国人的想法就是啊 台湾赶紧武统 对不对 赶紧武统台湾啊 只要武统台湾 美国那边就开始喊 台湾呢 尸山血海 血流成河 美国有两个目的 对不对 一啊 那就是啊 东南亚啊 你看看南海那边 你那边跟中国主权领土的争议 台湾那边啊 解放军就打 你小心 小心啊 这个解放军来打你 对不对 打你东南亚哎呀好惨啊 你七七有惨惨 你好好可怜 对不对 赶紧站在我美国这一边 去欧洲同样也可以一样这么去搞嘛 包含俄欧冲突 美国不也这样搞的吗 俄罗斯好可怕 脱离对于俄罗斯的依赖吧 靠着我美国 对不对 然后把钱交出来 然后如果台湾那边出问题 同样啊 中国好坏坏 对不对 然后呢 看一看中国发起了一场战争 台湾湿山血海 血流成河浪 欧洲人咱们一起啊 对抗那个中国 结果法国现在带着头说 我们欧洲可以不不不参与这个台湾问题 我们欧洲连俄问题都解决不了 还解决台湾问题 跟我无关 与我无关 你知道吗 总而言之 这些事情跟我欧洲人 哎 怎么着怎么着 大家发现这个世界发生改变了吗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二十年前 解放军 咱们这边如果还他闹到军演 全世界都是骂的 为什么人家跟你中国有什么关系啊 跟你中国有什么依赖啊 你中国死 对不对 我没准还能跟着美国到中国那边啊 分得一杯羹 那走到现在 不一样了 对不对 渐渐这个联系越来越深 贸易越来越绑定 美国越来越衰弱 台湾问题 那跟我欧洲人无关 都在美国那个时候 假如巫统 美国那个时候 对不对 欧洲人赶紧支持我美国啊 骂这个中国 欧洲人这个时候跟我无关弄 为什么无关呢 我欧洲跟中国的贸易多深呢 我骂他 我骂他影响我的贸易 我赔钱 你美国给啊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趋势 随着中国把自己做得越来越好 实力越来越往上发展 这个趋势就越不可改变 这些改变不是说一夜直接完成的 而是慢慢完成的 而且大家都没有任何的感觉 大家就等着看吧 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力量了 好吧 今天这期啊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